进程守护 进程守护呢 是PMR实现服务器稳定性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套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在看完环线下 比如说用nodeapp.js 或者说nodemoveapp.js 如果这种方式来运行的话 进程崩溃是不能访问的 比如说我们万一发生了个错误 那就只能是把这个错误改了之后 再重新启动再去访问 对吧 如果用node来运行呢 需要手动去的 如果用nodemove来运行呢 它会自动兼听自动启动 那如果PMR遇到进程崩溃呢 它会自动重启 这就是进程守护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如果遇到了进程的崩溃 它就会自动重启 自动重启就保证我们 至少是能还原到之前 没有错误的一个情况 继续来为前端或客户端服务 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代码来演示一下 就是如果 我们在这加一行 模拟一个异常和错误吧 模拟一个错误 就是如果我们坚听到这个request.url等于 arrow的时候 就是反映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throw 一个new arrow 大家看throw new arrow那肯定是 说错了 throw一个new arrow 肯定就是这个程序就没法运行了嘛 就会导致崩溃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 pmmr list 现在是正在跑的 然后我们pmmr restart一下 restart app 忘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pmr log 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日志 打开pmr log的就跟我们在开放环境下空的台一样了 它就会及时的显示日志 然后我们可以在前端 我们在前端去刷新 刷新这个都没问题对吧 然后看日志也是正常出来的 没问题 然后我们尝试一下 输入这个error 大家看 输入error它就报错了 对吧 而且我们从日志中可以看到一个错误 这个时候按理说它报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 推出来 报错了之后 我们再重新访问这个bobot 看行不行 又回来了对吧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是 我们虽然刚才报错了 但是我们再去重新访问一个bobot 它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它是怎么弄的 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pmmr list 它的restart这个四数是六 就是当前已经乘取了六字 这个我们先不管 只记录它六字就可以 当前已经重启了六字 然后我们去尝试访问这个error 访问error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去访问这个正常的不报错的 对吧 它又回来了 它又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9了 就说明我们期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访问 导致了这个错误出现 然后每次错误出现的时候 它都会变成一个重启 这就是pmmr的一个逻辑 就是遇到错误 我这个进程就给你重启 然后我能保证 你不会出错的地方呢 至少是不出错 像这时候我们重新访问 我重新访问它就不出错 重新访问不出错 那这样的话 这个restart这个次数还是9 它就不会给你重启 它遇到错误之后 它会给你重启 当然至于这个6变成9 也不一定是说我们 这次访问就必须重启一次 它有可能会 因为其他的原因 它会导致这个错误 可能导致其他的错误 所以遇到错误 它又会重启 其实重启几次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最关心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它能重启 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是万一说 我们有一些什么意外情况 当然这个只是模拟一个意外情况 万一说一个意外情况 导致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pmmr 就会帮我们进行重启 重启之后 至少是我们正常情况 也能访问对吧 那些意外情况如果再发生 它会再重启 当然它还会把这个错误的一些信息呢 进入在日中 比如说我们上下了一天 上下了一天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mmr list 看一下这个重启的次数 发现重启过高的话 我们看一下pmmr log里面 有一些错误之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就很有错误 对吧 有错误我们就改吧 改完之后再重新上线 重新上线之后 我们再去观察那个重启的次数 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错误 这样的话慢慢的去通过这个 错误之质的这个查看 我们就能慢慢的把系统给改好 而且我们改的过程中呢 系统还能尽量的照常使用 因为pmmr它有这个 技能守护的这个机制 能让我们的程序不至于说 就一下子崩溃了 然后就完全崩溃了 所以说这就是pmmr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价值之一 啊 中文字幕——YK